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在光滑水平面上 有相互重疊的甲跟乙兩木塊 他們的質量分別是2m 2跟m 起初,甲木塊靜止在水平面上 而乙木塊在甲木上面 指左移以初速度V 向右運動 以至甲乙兩木塊之間的動摩擦力FK 是FK 他們之間的動摩擦力FK 假設甲木塊夠長,不會掉下來 那麼他問說 在一段時間以後 加以兩木塊間的摩擦力會為例 就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就是說 開始以V的速度往這邊跑 那他給他有摩擦力 所以他速度會越來越慢 他速度越來越快 因為他也給他有摩擦力 所以往這個摩擦力 他速度越來越快 他速度越來越慢 到最後一騎跑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摩擦力了 那現在問說 從一開始 到一騎跑的時間 是花了多少 那這怎麼做 這個首先我們把他們 最後的速度把它算出來 最後一騎跑的速度 就是紫星速度 紫星速度是等於 M1加M2 2M 加上M2是M 那分是M1 V V他的速度是0 他的速度V 所以M2V 這個是他的最後的速度 他的直徑速度 三公共三人V 一起跑的速度 那從一開始 到一起跑的速度 我現在把 問他花了多少時間 我現在把那個對象釘在假上面 假的話他的速度從0 到什麼 到3分之不1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會花多少時間 我就用什麼 用那個充量 Target他的充量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Target他的作用力是多少 定力是FK 是多少 乘以那個作用時間是T V 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動量變化 動量變化 就等於2M 乘以那個速度變化 他的莫數是3分之不1 他速度是0 好 那這樣的話 我這個T 就可以算出來 就等於3FK R分之2MV 所以這個就答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A 是3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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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FK